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水晶大概大部分都是透明的 其实你虽然是在水晶内买的 它就是壁锡 它是壁锡 因为壁锡好像从以前古时候就有了 就是那些飞子什么的 他们就特别喜欢这种有颜色的石头 壁锡现在在市场上也越来越看窍 越来越好 大家都开始喜欢壁锡 原因是因为它的颜色多样化 然后它有些比如说红色的 它真的跟红宝石一样那么漂亮 对 所以这个是很棒的一个壁锡 那当初买不会很贵 买多少钱啊 应该不会很贵 因为以前壁锡是属于半宝石 你现在会害怕不好意思想出来 你会不会又买贵了 我啊 我其实买的不便宜 大概也是两三万 两三万不算很贵 还好 两三万嘛 不算很贵 不贵吗 我觉得这种东西 应该两三万就差不多了吧 不 你看它这个不是一块壁锡 它是用很多块的壁锡 多合起来 所以它是有很多的颜色 所以都带起来很漂亮 你不像现在壁锡好像倒算克拉 算克拉的 就是A级克拉壁锡 所以它那个应该是没有 没有杂质 然后很完美的 很漂亮的壁锡 其实你这个壁锡也是很漂亮 今天很漂亮 好 我们来建价 建价一下 来 老板请建价 八万元 我赚到了 开心 我们来讲一下 为什么钱老板会建八万呢 你要讲 以前 以前壁锡这是 它是半宝石 对 就是上不了台面 的宝石 虽然是天然的 但是因为现在 很多的主流宝石 越来越少了 比如说蓝宝石 红宝石 祖母绿 它们越来越少 那又要很漂亮 又要少 现在又变成很多 有色的宝石 就航起来了 比如说建仅石 比如说壁锡 以前都是没人要 没人要 对 现在是 差到又一克多少钱 对 就变成就很夯的 那我看了这个 壁锡的这个 这个整体 就包含它的内含物 各方面 我觉得都是很漂亮的 颜色 越看越漂亮 紧嚼 紧嚼 耐看 各种色都有 对 漂亮 因为我就是喜欢石头 我觉得它也算是 七宝的石头之一 所以我当初会买它 也真的是觉得 哇 这样的一个石头 戴在手上 应该是蛮好看的 是